大家好,我是阿渡 我现在是在湖北武汉 这武汉它漂亮的桥非常多 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阳寺港大桥 这阳寺港大桥它是世界上跨着最大的双城公路旋属桥 这阳寺港大桥它也是武汉长江上的一座大桥 横跨长江两岸,非常壮观 同时它也是一座非常年轻的桥 它是建于2014年,然后在2019年通车 也就是在上年通车 当我们走进它的身旁,走进它的附近 看到它巨大的一个吊锁,还有这个桥塔 其实非常壮观 它这座桥在这个长江上的跨度非常大 我们现在所看到它的主桥是由1700米 它整个的一个桥梁的全长是由4000米,4公里路 它今天天气是有些朦胧,仿佛是一眼看不到边 加上今天天气的配合 它整体的一个桥梁是显得更加神秘和宏伟 它整体是成一个黄色,非常有艺术感 现在我们是慢慢的去接近它 它是连接武汉的武昌区,还有这个汉阳区 它是这个武汉长江的第10座长江大桥 这宣佛桥的设计是不仅实用,还是十分的美观 它是由上下两层 它最上面的层是为这个六车道 现在我们是来到这阳士港大桥的桥底下 我们眼前所见的全都是为这个非常有艺术感的黄色 我们前面所看到也是它的一个主体桥梁 它的最前方也就是在这个江的另岸 在朦胧之中显得是更加的宏伟和漫长 从我们在这个长江上所看到的大桥就是武汉长江大桥 然后是鹦鹉州大桥,再往这看就是这个阳士港大桥 再往边上走呢,还有一座白沙州大桥 这阳士港大桥呢,它就在这个白沙州大桥和这个鹦鹉州大桥的中间 这里呢,是桥一岸的立交大桥 它这里呢,也是做出了这个双层的设计 现在这个桥像呢,也是依然在建设,在搞一些绿化 我现在是在武汉的汉阳区这个位置给大家拍的这个阳士港大桥 它这里呢,有这个楼梯可以上去 我们走上这个大桥,给大家感受一下 我们在这座大桥上看这个汉阳区,也是一个登高望远的好地方 现在我们来到这里呢,是非常的震撼和壮观 我们现在只是上到它的第一层,上面还有一层 这一层呢,它是限速60 在上面一层呢,它是双向的6车道,是限速80 在这桥上呢,风还有些大,我们在前面所看到 又是有很多人在这里观景 下面呢,就是长江 它这里呢,还能继续往上面去走 哇,现在我们来到最上面 它这里呢,也是更加的开阔,也是更加壮观 两旁车辆呢,在我们身旁是呼啸而过 它这里呢,也是流出这个行人走路和观景的一个位置 但是在这里呢,是感觉非常非常高 它这个每个吊锁的之间距离呢,是18米 在这个位置,这个高度呢,给大家看一下 汉阳 这是它这一处的高架立交 也是采取了一个双层的结构 在这个武汉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大桥 而且呢,很多都建造了非常的漂亮 这阳神岗大桥呢,它也是在这个2016年入选了 中央电台这个纪录片 超级工程2 在前方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红色呢,就是鹦鹉洲大桥 这阳神岗大桥的建成和通通呢,它是缓解了这个城市的很大的交通压力 同时呢,这建筑室也建成一套非常美观的一座景观 它这里呢,现在不仅是一处主要的这个交通要道 而且呢,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景点 在这里看长江,在这个天气好的时候 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看到长江两岸的建筑 还可以看到这个长江上一色排列的几座大桥 在晚间呢,这几座大桥,同时亮起光来,与整个的长江,形成一道漂亮的景观 哇,他们前面呢,好像是在钓鱼 这里呢,是这一处江湾,也是一个十分清静的地方 下面呢,还是有很多人呢,在休闲钓鱼 中国呢,是有很多伟大的大桥 这阳神岗大桥呢,它的建造设计都是非常棒 非常伟大 也是我国非常优秀的一座桥梁 那我们这个视频就先到这 下个地方见 我们下个地方见